婚营继续收听《互联巅峰》第4215集 有个想法 而陈希如今要做的便是将这些乾坤世界中遗留下来的物资开采出来 这可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以陈希如今三十多人的配置 这一片区域数十座乾坤世界 几十年内根本开采不完 少说也要数百年 除非碧落关那边能再增派人手过来 然而碧落关至关重要 非得留守大量人员以防墨组来袭 根本不可能动用太多人力来开采资源 能抽调出义军之力已是极限 如今这抽调出来的义军之力 皆都分散在四处资源产区 队长 虽说墨组已经被赶出这一片区域 但难保没有什么散兵游泳前来骚扰 我觉得咱们不要分散开 还是以小队为整体行动 如此若真遇到什么事 也好方便支援 彭英建议到 也是考虑到杨开对这些事不熟悉 才会这么说 以往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 虽然几率不大 可一旦发生 极有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 听你的 杨开点点头 你觉得咱们先着手哪一处 风英剧目眺望了一下 指着一座体量最大的乾坤世界说道 就那里好了 我方才看了一下 那边似乎有墨组开采资源留下的痕迹 墨组既然已经在开采了 说明这个乾坤世界的资源应该不会少 那就过去看看吧 杨开挥了挥手 霍晓立刻朝那一座乾坤世界持续 少卿 霍晓停泊在一处荒山之上 杨开举目眺望 只见这乾坤世界一片死气 毫无生机 不但没有半点火舞 就连绿色也不见分毫 墨织战场这边的乾坤世界的天地为力 早就被墨组吞噬殆尽 没有天地为力的乾坤世界 就如无根之木 无源之水 自然是没办法存活的 此地确实有墨组开采资源留下的种种痕迹 整个乾坤诺大一片疆域 处处可见破碎的痕迹 这场景让杨开不禁想起了黑狱中的情况 黑狱内也是盛产各种资源 不过那些资源皆都隐藏在一颗颗矿星中 须得有人从矿星内采集出一颗颗黑石 是以天地为力将黑石破开 才能将隐藏在黑石中的资源取出 如今这一片资源产区的一座座乾坤世界 与黑狱中的那些矿星基本没什么区别 只是这里不会有什么黑石 快采出什么资源便是什么资源 无需去赌自己的运气好坏 想起黑狱扬开心头一度 自己当初为了让鸾白凤的那些手下安心开采矿星 还特意炼制了一套挪移矿星的秘宝来着 虚空阴阳镜没有别的用处 就是用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将一整个矿星从很远的距离挪移过去 黑狱的情况与眼下何其相似 正司所见只听逢鹰等 队长 关内有规矩 不管是谁开采出来的资源 只要是用在自身修炼中 皆可随意取用 有多的才效上小关内 不得私藏 陈希比别的队伍人员要多一些 咱们是不是可以分成数批开采 其他人开采资源之时 留守几个人紧急四方 杨凯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 你安排吧 我去附近查探查探 这一般说着冲天而去 若他的想法可行的话 那就没必要留在这里 开采什么资源了 只需要将这里的一颗颗星辰 挪移到碧落关附近 很快就会开采完毕 毕竟碧落关那边 可依然有两万多人留守 比他们三十几人 慢慢在这里开采 效率可高得太多了 一众队员些都恶然 不知杨凯这是要去做什么 沈敖道 咱们队长神神秘秘的 这是要做什么去的 冯莺摇头 不清楚 他这队长当的也太不管事了 算了 先不管他 说话间 将三十多人分成六个小队 每一个小队都有分配了 一位七品开天 轮流职守 以防有莫足偷袭 在某一个小队职守的时候 其他人便可安心开采资源 毕竟以后还在这里待上数十年 职守的时候也可以修行 增强自身实力 免得虚度了光阴 等冯莺分配好之后 众人立刻各司其职 而冯莺则寻着杨开离去的方向 追了出去 想看看他在干什么 执此之时 杨开已来到灵境的一座乾坤世界附近 有过之前在黑与挪移 旷星的经验 杨开对这种事 自然是驾轻就熟 如今 唯一无法确定的是 此处距离碧落关上远 不知虚空阴阳镜是否能够支撑这么远距离的挪移 不过总归还是要试一试才能确定 虚空阴阳镜总共16件阵器 分阴阳两套 每一套都是八件 当初由他亲自出手炼制 后来在大眼伏地的遗址中 又得麻烦大师重新淬炼过 功效远顺之前 正在查探之时 一道流光忽然从远方掠来 杨开偏头望去 认出那是冯莺 带到近前露出身影 冯莺好奇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 杨开道 有个想法 你来了正好 你在这里帮我看一阵子 冯莺焊手 杨开立刻施围 取出虚空阴阳剑八件阵器 一一着手布置 匆匆一个时辰左右 八件阵器便已布置妥当 冯莺从头到尾观望 脸色也逐渐凝重 虽然他不清楚杨开在干什么 但那八件阵器 分阵八方 已将面前这一座乾坤世界 牢牢锁定 显然是有什么大手笔 刷的一下 杨开突兀地现身在他面前 继续跟着 我回关内一趟 回关内 冯莺吃了一惊 回关内做什么 好事 杨开卖了个关子 此事若成 咱们就不必辛苦在这里开采什么资源了 这般说着 手中法诀变换 俨然已催动了乾坤诀 封莺还带再问 杨开脚下已出现了巨大法阵 光芒将他身形淹没 带光芒散去时 人已消失不见 封莺不禁摇头 也不知杨开到底在搞什么 如今正是开采资源的大好时机 每浪费一点时间 都可能浪费掉许多资源 不过他也知道 杨开所为肯定不是无敌放使 当下耐心等待起来 不过始终不解 什么事若是成了 就不必开采资源了 不开采的话 那资源能自己冒出来吗 与此同时 毕露关最初打造的驱墨剑中 杨开身影显露出来 从驱墨剑中走出 杨开立刻前往西军镇府寺 忠良正在处理公武 见到他来忍不住吃了一惊 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应该在四号基地那边吗 说话间脸色微微一变 那边莫不是出了什么事 杨开哑然 军团长没接到那边的战报吗 忠良道 自然是早就接到了 不是说已经把那边打下来了吗 杨开点头 确实打下来了 如今那边正在开采资源 忠良呼了口气 哎呀 吓老夫一跳 还以为出什么事了 既一打下来 你不在那边开采资源 跑回来作甚啊 杨开道 说不明白 还请军团长随我一道出关 此事若成 对关内好处巨大 忠良眉头一扬 什么好处啊 杨开摇头 若没成 说也无用 若成了 军团长自能亲眼看到 古弄玄虚 忠良哼了一声 起身道 也罢便随你去看看 若是其他人这么说 忠良非得先让他 道出个子丑银帽来 他身为军团长 智力万机 哪有这么多功夫浪费 不过考虑到杨开 这些年的种种表现 每每都有惊人之举 听闻日前在四号基地那边 两个狱主的死 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 当下便耐起性子 很快 两人便出了碧落关 来到外间虚空处 忠良扭头扫了一眼 皱眉倒 小子 要老夫干什么 现在可以展示出来了 军团长稍等 杨开到了一声 立刻开始着手 布置虚空阴阳镜 语之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物类巅峰 第4216集